許曉鑫他昨天有提到說 就是他還代電了一百萬 對 他代電一百萬 所以我就很好奇 我就排他去年 就是選舉的那個財產申報書 因為如果代電一百萬 基本上就要有那個 就是你要有債權 然後債權有規定說 就是高於一百萬以上 你要那個再登記 對 上面有寫 上面寫說 我沒有參選過我不知道 不過上面是這樣寫 債權金額 隔達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者 基因申報 是這樣寫的嗎 冠婷跳起來了 因為我沒有一百萬竊別 所以我沒有申報這一欄 然後這一格 這一欄叫做債權 那他整個劃掉就代表說 他沒有任何債權 所以他藏起來了 他為什麼要藏債權呢 你不是代電了一百萬嗎 一百萬大數字 還是鎮宇 還是鎮宇不用還 我不知道 不用還就是鎮宇 對 不用還就是鎮宇 鎮宇宇要繳稅 還要罰款 一百萬不用繳吧 不用 一百萬 這女兒 這女兒兩百四 兩百四 兩百四 對 然後所以就不知道說 這個是那個代電 還是那個直接鎮宇 對 所以我就很好奇 對 好奇問一下 應該不犯法 我好怕有巧欣來罵我 當時他就拿了這些資料來 然後我的婆婆 他就相信了之後 就覺得說 女婿開公司很好 說不定以後賺了錢 然後還可以養我 對我的女兒 可能也更能夠照顧 所以呢就前前後後 那總共就是 總額啦 借了一千八百八十萬 就將近兩千萬元給他 那照理來講 你借錢的話 應該是 每個月你要固定的還款嘛 那這樣子借你錢的人 他才能去付銀行借貸的利息嘛 結果後來就發現說 對方根本一毛錢都沒有還 然後導致於我婆婆抵押房子 他去借的這個利息 有點周轉不來的情況 然後呢 所以呢 我跟我先生 我們兩個 才就是幫他們 換了這個一百萬的利息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也被曲解 就是說有些側翼網軍 曲解成說 啊你們是不是 提供一百萬給詐騙集團 大家自己心裡想 你自己好好看 怎麼這樣子 這個以前是給銀行的 跟詐騙集團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再給一次 是